原标题王宝强又摊上市了 被骂是娱乐圈脸皮最后的明星王宝强 是娱乐圈屈指可数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台明星 从冯小刚电影中的沙根 到如今演员和导演 基于一身的知名影星 能有今天的成就 背后所付出的辛苦和收获 一定是成真笔的王宝强 可以说是娱乐圈没有颜值 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明星 但他却靠着扎实精湛的演技 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王宝强给人的感觉 很实在很踏实成名后 依旧十分低调 始终保持着淳朴善良的一面 这也是众网友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王宝强虽然长得不帅 个子一矮 但他身上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 尤其是演喜剧片 半土半娘的气质 令人忍不住大笑又讨厌不起来 之前 王宝强出演徐征的电影《太久》系列和黄博徐征 并称鞋三角 这部喜剧笑点十足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笑 其中王宝强在剧中的表演更是让大家再次喜欢上了这个土里土气的演员 王宝强演技一直都深受大家认可 但今年王宝强却获得了金造造奖颁奖典礼 大家应该都了解金造造奖是华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 获得这个奖励的演员 证明演技最差响逼娱乐圈应该没有哪个明星愿意获得这个奖项的 作为一线明星的王宝强 今天却获得了这个奖项 让很多吃瓜群众感动意外 很多网友认为 即便是获得了这个奖项 也不会有明星亲自去领奖的 毕竟脸面不光彩 但王宝强却例外他不但亲自去了 还十分开心地接受的这个奖项 请输入图片描述 就连在场的主持人都大赞王宝强勇气可嘉 声称这是九年来 第一次有一线明星获得金造造奖 也是第一次有明星亲自前来领奖 有人说王宝强应该是娱乐圈脸皮最后的明星了 获得了最差奖还亲自来领奖 不觉得丢人吗 但也有人认为 这是王宝强情商高的一种表现夸赞他智慧高 其实王宝强确实很有智慧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娃娃成为今天一线大明星 王宝强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运气这么简单 作为明显火一时容易 但火了这么多年 就是靠真本事的大家说对吧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 又是什么 今日一集中 我跟后我们走 这一集中 都能放在我 然后再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